自从中港年初开始恢复通关后,港人亦开始重新北上消费,至于消费模式,都是以咚骨饮食玩乐为主,至于港人过往在国内十分热冲的买楼活动,现时未见明显复苏。 事实上,如看好国内流市的投资者,早已入市,现在尚未入市的,大概也不会入市。 聪明的投资者,眼见住房不炒的国策下,就算已恢复通关,也不会重新投入国内的房产市场。 现时国立的民营房企,不少已出现财政呼泄的问题,外债违约,轻建中的楼盘,能顺利交流的,已算万幸。 国内房产业以高杠杆借态的发展模式,也正式落幕。 国内流价下跌,产生负财富效应,加上失业率高企,中国的中产突然大幅减少,整体消费力大不如前。 现时来港的,既无能力买楼,也不会步买高价消费品,因此通关后来自国内的消费力,对提振本地零售业的作用,也相当有限。 香港的发展商,一向较为保守,借贷比率一般低于资产正值五成,因此就算面对今日的正史,仍不会出现资金流断裂的情况。 现时困扰楼市的主因,是美国加息周期仍未完结,这促使上入市的买家变得非常审慎,他们一再拖延入市的决定,市成家大幅减少。 政府早前放宽楼岸政策后,现可乘势取消以失去实际作用的楼市辣椒,加强市场重新入市的信心。 香港现时失业率低至2.9%,工资水平稳步上升,置业需求大,加上港人向来甚高的储蓄率,置业条件充足齐备,只要政府再有适当的政策扶持,楼市就有望逐步回复精归。